哈哈哈哈 哈哈 想见你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双城记 我是秦毅 上海的老牌百货 梅龙镇一事单日前宣布 将于6月30日终止营业 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呢 让不少的消费者是唏嘘不已 这家陪伴了上海一代人的潮流启蒙地 这一次真的要说再见了 而根据统计进入到2024年至今呢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啊 已经有诸多的老字号百货宣布 黯然退场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 有不少的老牌百货 在经历了重装与蜕变之后呢 是重新焕发出了实体百货的魅力和生机 那么在电商便利性的冲击下 传统的实体百货要如何逆袭呢 如今两岸的消费者 又习惯于怎样来逛商场呢 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嘉宾 一起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 那首先介绍一下我身边的嘉宾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主任 老国林 老老师你好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 那接着请秀芳姐 也介绍一下台湾演播室的各位嘉宾 秦毅老主任还有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首先介绍资深媒体人许盛梅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广告系教授纽泽勋 主持人各位当好 还有上班族张静琪 大家好 秦毅 那老老师首先我想问一个问题 您现在还逛商场吗 挺有一次类问题 我的回答是商场我还是逛的 但是相对和若干年前相比的话呢 可能情况有所不同 原本是真的是去买东西的 现在呢进去真的是用了一个逛子 也就是说很明确的买东西的情况少了好多 那另外一个因为逛商场呢 是自己的研究需要 我把在商场里头的逛看成是说 我去观察整个商业业态的这个变化 那同时如今的话呢 严格说起来如果说比例来说 还真的是网上买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或者说评次更多一点 对您刚刚说到逛商场其实是您工作的一部分 那您逛的时候你会去注意哪些指标 或者说哪些特征呢 进去的第一眼你会去看看商场如今的人气到底如何 然后第二个呢 如果说若干年前我们是记得百货商场 那进去后的话大概一楼二楼三楼四楼 它的布局你都能背得出来 但是如今其实你又去到老牌的百货商场了 但是更多我觉得进去的是购物中心 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像梅龙正义 他也要歇业了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老字号的商场 有些曾经是宏记一时的地标 潮流地标都关门了 您觉得这个当中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大家在看到这些曾经的地标 如今的关门的话 心里有些唏嘘 但是呢也或许就是曾经的这句话 我们有时候会说花五百日红吧 所以他的曾经以梅龙正义斯坦来说的话 97年开业的 那走到今天20多年走过来 那当时或许我们认为他带领的是当时的这种潮流 但是如今其实这潮流也在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这当中也就是说 在他的新陈代谢当中 我们看到有老的商场的关门 其实我们还看到了很多新的购物中心的崛起 所以这当中其实新陈代谢 或许也是这个时代的潮流 对于商业业台来说也是如此 所以可能也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其实我们知道在台湾也是百货林立 尤其是南部地区更是有很多历史非常悠久的传统百货商店 所以这边也想问问台湾的各位嘉宾 目前台湾的实体百货业情况怎么样 你们现在还会去百货商场逛街吗 秀芳姐 好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我先问一下盛梅跟中博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是过去逛百货公司的主力 以前这个去逛百货公司恐怕不只是单纯的买东西 它也有些很强的一些社交意义 比方说年轻人谈恋爱到百货公司里 跟同学朋友三五成群出去玩 也会约在百货商场 吃的喝的玩的都有 也可以消磨一整天 还有免费冷气可以吹 我先问一下盛梅好了 你以前有多爱逛百货公司 有没有什么重要或是有趣的记忆在那里 逛百货公司一直是我的日常 昨天我好不容易休了一天假 我就开始规划 我会跟家人到这个卖场 尤其是商场里面的一个餐厅吃饭 吃完饭当然就是去逛这些卖场里面 我喜欢的品牌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百货公司 那百货公司除了我们可以逛逛买买之外呢 它的确就刚刚老主任说 它也是某种休憩的一个时刻 为什么这样说 有的时候通告跟通告之间的空档 可能有一两个小时 我也不方便回家了 我就会选择在百货公司的一个咖啡厅里面 享受一个人的独处时光 而且百货公司它的优点是夏天你可以吹冷气 然后它大部分又在一个捷运的一个转运站口 所以交通也方便 那如果开车的话 它也有停车场 所以对我来说 更况我这样一个女生 我觉得在百货公司安全很多 所以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快乐安全 然后有的时候如果你跟另一半吵架 没地方去的时候 百货公司好疗愈啊 就买买买是吧 或者是我有一段时间摔断了腿 在家里休养了一个星期 一个礼拜之后呢 我女儿推着轮椅我都能逛百货公司 因为百货公司无障碍嘛 就到处逛 然后远远的到了我爱的那个衣服品牌 你知道那个售货员就直接在那门口 把我的尺码拿出来了 那个时候觉得挺开心的 就是有的时候逛百货公司 不只是买或者是吃 有的时候还是一个疗愈的时光 对 我们说生活上有点仪式感 好像逛百货公司也是某种仪式 我问一下钟伯 那现在可以选择的很多啦 网上各式各样的商场 那你还会逛百货公司吗 你觉得此刻的百货公司 还有没有那种无可取代的魅力呢 我因为从小父母就很爱逛百货公司 因为我爸妈他们在那个年代 因为我爸妈现在已经八几岁了 所以在他们的年代 他们都是大学生 所以算是比较稀有的 那他们就赶时髦赶流行 所以他们就很爱逛百货公司 台湾的这个百货公司 它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一个分布 就是说早年在1960到1985年代的时候 都是西门町 我们讲西区 东区就从1985一直夯 夯到了2015 那2015跑去哪了 跑去信义商圈 那我之所以会能够这样如数加增 就是因为在西门町以前很夯的时候呢 我爸妈很爱逛 我就跟着逛 其实我们在座的 牛老师一定也很清楚 今日百货 我根本就是在今日百货长大的 我甚至啊 在今日百货逛到就是说 后来我到了这个学生打工的时候 我还去今日百货打工 那我觉得在台湾的百货公司 对于我们就是 从来都不会改变我们去逛百货公司的热忱 可是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如果说我们都还在支撑着百货公司 百货公司怎么会慢慢的让人家觉得有 不管是商圈的移转 或者是有变得比以往萧条 我觉得是因为 我们以前就习惯是属于 人与人之间接触式的购物 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呢 刚刚甚至没有提到 他可能会有电子购物 就我们讲电商 但是这个电商 其实并没有完全取代百货公司 其实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后来还多了很多其他购物的管道 大家刚刚我听到 我们对外的专家就有提到 大卖场的崛起 你知道有很多年轻人去逛Costco 或者去逛家乐福 他可以逛到非常开心 还有第二个就是Outlet 很多的Outlet的崛起 他可能还有乐园 那还有一个就是 电商购物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变形出来的 叫做直播 叫做带货 叫做私密社群 那人就这么多 消费力就这样 所以本来以前是 大家一起来支撑百货 现在可能只有 像我和森梅或秀芳姐 我们这样年纪的在支撑百货 那我们年轻的这些 比方说像我们现场来宾 这位张先生 他可能就会像我说的那种方式去购物 所以周伯在你眼中 百货公司还是有着无可取代的魅力 应该说对我们老一点的来讲 这个魅力是还在的 你不老 我们一起 我们都不老 不过确实有些时代差距 因为刚刚钟伯讲到今日百货的时候 我看到牛老师就手满脸会心微笑 但是这个奇境就是满脸黑人问号 黑人问号 好 我问一下这个奇境 我们现场的年轻人 对你们像现在这个三十岁不到的 这一代年轻人来讲 还会逛百货商场吗 到那里最常做的 是不是就是吃东西看电影而已 会在那里买东西吗 你的购物形态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转变 百货公司会是你的首选吗 其实现在大部分 因为上班组的状况 下班之后会想找地方 可以去吃饭休息 所以其实像我自己的话跟同事 大概一个礼拜会去一到两次百货公司 那其实主要并不是去买东西 而是吃饭或是看个电影 但就是吃完饭 或者看完电影之后 会去百货公司逛逛 那看到喜欢的东西 可能就稍微看一下 然后就会到那个电商平台 去稍微比个价 所以你是不是那种 在百货公司看一下 然后会记住它的价钱 会拍个照 然后就立马上网去搜 去比价 没错 你就是这种人 没错 对 所以百货公司现在赚到你的钱 就是美食街跟电影院了 大部分是美食街或是电影 或是比较高单价的精品类 还是会请向去百货公司购买 对 好 问一下牛老师 是 百货公司的量体大 它当然转型来讲 没有小型店面这么的灵活跟迅速 但是现在这百货商场呢 你看起来是不是已经默默地改变了经营的策略 希望更加扩大消费客群 对 因为基本上穷则变得通嘛 我觉得生命它会自己找到出路 就百货公司来讲的话 也是同样的一个逻辑 所以现今的一些大百货公司 它在整个经营的一个面向上面 有一些不同以往的一些操作的一个模式 比如说现在在信义区台北的一些新百货公司来讲的话 可能就吃饭的餐厅来说 就超过了50% 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是百货公司在整个的一个经营面向 或者是面临电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大卖场 或者是outlet的威胁的一个情况之下 它的一个变革的一个操作 也就是说很多百货公司 现在会琢磨在整个的一个体验行销 体验营销上面 比如说新店开的育龙城 非常非常的大 它就有一个攀岩厂 那这个攀岩厂来讲的话 for各种年龄的一个族群 小朋友可以去玩 青少年可以去玩 那有一些专业的一些人士 他也可以去那个攀岩厂 有特别for专业人士的一个 攀岩的一个区块 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体验行销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 那除此之外来讲的话 亲子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百货公司的一个 求新求变的一个逻辑 那所以现在呢 很多百货公司里面 他有亲子一起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空间 他也琢磨在小朋友可以玩的一些项目上面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对于他的一个营收 都有相当程度的一种可能性 从刚相关一些面上上面 你可以知道就是说 百货公司在面临非常多的一个 新的一个竞争对手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也会采取一些穷则变 变则通的一些行销操作方法 好 那我就问一下什么 这个周年庆 对 我们台湾的这个周年庆非常可怕 你常看到那个玻璃门还没打开 因为排了满满的人龙 那据说贵姐呢 在一个月前就会打电话给他的熟客登记 那不是熟客可能还抢不到 你也是周年庆那个挤在人群当中的 其中一位贵妇吗 的确是 而且周年庆还没到 的确前几个月那个简讯就想不停了 不断不断有各种品牌一直提醒我 我常跟我家人讲说 我觉得这些贵姐比你们还爱我 都会提醒我母亲节要到了 周年庆要到了 或者是生日要到了 因为通常我们购买一个品牌 也会留下自己一些资料 比如说生日嘛 生日就会有些折扣 可是我个人的体验是因为 我这么爱逛商场跟百货公司的人 我也觉得过去的周年庆跟母亲节 尤其现在母亲节档期又要到了 可是还没到之前 他都已经告诉你 我有什么组合了 你到时候要来买 甚至时间还没到 他都请你先刷卡 然后母亲节之后才给你发票 就类似这样 就希望你先消费 就表示现在其实百货公司 即使靠这两大节日 不见得能过得了这个关 为什么 实体通路上有母亲节 你觉得电商两三个月 可能就开始宣传母亲节 甚至于更优惠 不过我还是喜欢到百货公司 跟大家一起抢 或者一起体验 或者是现场做做脸 那种感觉 那个真的是线上没有办法 能够取代的 好我再问一下这个牛老师 台湾这个实体商场 当然也面临很大的一个考验 我们也看到像是 北中南的百货公司 还有大型商场的投资脚步 还是没有停 一家接着一家 尤其是这个地价最贵的 台北市信义区 我们算一算大概平均一年 开一家大型的新的百货公司 您认为呢 大家都说凭什么 台湾还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购买实力吗 你怎么看待这个业者的一些想法 其实呢 就百货公司来讲的话 其实有各种不同的一个策略操作的一个逻辑 或者是它的一个发想 第一个 为什么 信义区的百货公司会一家一家开 坦白讲 它有一个输人不输政 输人输人这样的一种 企图跟它的竞争对手 在一级战区里面 比拼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一个逻辑 意思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新旺三月 它在信义区不断的展店 那我百货龙头 远东百货 我一定也要在信义区插旗嘛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据说 信义区百货公司一家一家的开 它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一种极客的一个逻辑 它基本上来讲的话是一个共好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呢就消费者来讲的话 我今天如果要去逛百货公司的话 我的首选当然是信义区 因为信义区百货公司最多嘛 那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极客的效应 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 他会认为信义区百货公司最多 然后呢货品最齐全 那我今天要逛的话 我当然去信义区逛 这几个原因来讲的话 都是信义区的一个百货 为什么会有百货林立 一家一家开的一些主要百货公司 他们的一些策略考量 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很方便 就你去逛玩这家 如果没有满足到 你可以旁边就有另外一家 那我也问一下这个上海的情谊跟老主任 因为在疫情前我们也常去上海 发现有不少好玩的百货商场 像是有很多主题式的区域 很多快闪店啊 还有像是这个动漫联名的主题展 艺术展等等 那他都跟百货商商场做了很好的结合 常常也是人潮汹涌 同时呢 他也可以带动临近地区的其他消费 那像这样的一个这个模式 我不知道这几年在上海经营的如何 那特别是近年来上海销售额 排在前面的商场 是不是有些新的营运策略呢 老师我们分析一下 我那个很有趣的话题 假如就当我们刚刚片子开头的时候 我们再讲的是梅龙正的医师单 那其实医师单我们还记得 在上海我们花艇医师单 其实是早些年就已经退出了 但是就是这一块无意的点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TX华海的创新天地 那么就是刚刚修芳姐提到的这话题 在他的改造当中 也就是把他面对的客群 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换 面向的是我们如今的年轻人 此外不再是原本百货 我们看上去就是永远的千变一套 它变成的是一种我们叫做策展性的百货 所以全年可以有几十场各种各样的策展 当你跑到商场里头去看到的时候 你见到的是一种活力的满满 那同步我们假如说 一来拿南京路来说 我们把眼光转到南京东路上 去年五一的时候 我们电视里头曾经出现过 一个很有趣的镜头 那就是开门的时候 很多人是守在这商场门口 等着开门的瞬间涌进去的 那就我们的ZX的创曲场 它在整个对一个小小的百货商场的改造中 瞄准的就是我们今天 比如说记忆当中 以往买的奥特曼的玩具 各种手办 然后很有意思 我就在今年的三月七号那天 我还特意去找了一段 我说一直听到我们的ZX创曲场如何 我说进去看看到底如何 那天我最后我自己发朋友圈说 我不得不一遍遍地提醒自己 后边有事可以走了 否则我说我现在里头争处不来了 然后当中我还看得很有趣的 就是说你会觉得 那就是年轻人来打卡对吧 我见到的年纪不小的 也就是说至少是四十多岁的 好几个男的 跑到这边说 哎呀我要跟这个高达 要给他合个影 他说那是我以前最喜欢的这个 所以其实意味着说 我们今天的百货 它应该是百变 当你有百变的心态 当你能够重新去定位的时候 或许我们就听到的不仅仅是说 一家又一家关店的这种落幕 而是我们看到唱新后的崛起 上海梅龙镇伊士丹百货 日前发布终止经营通知 称由于租约到期 将于六月三十日终止营业 承载一代人记忆的梅龙镇伊士丹百货 不久就要离开了 实际走进商场 一层是珠宝 数码和化妆品 再往上服饰亲子和健身房 副一层则是超市餐饮 忘了这一家 基本上就知道下一家是什么 连银发族看了都要说一句没劲 内部巨大的中庭 从底部一直延伸到七层 在最早设计的时候 肯定是冲着富丽堂皇去的 但如今看起来却有点老派 这么大的镂空没有用来策展 没有招来手电 多少有点浪费 近几年来 知名百货接连关闭的消息 频频触动顾客们的神心 让人不由会担心 传统商业铁的时代 是不是要落幕了 整个商业时代的发展过程 它一定是一个迭代 换新的过程 它是一个删选的机制 你要知道 删选过滤 才能让我们的整个消费市场 更为健康 再看看上海南京西路 金三角中的另外两只脚 恒龙广场中信太富 和美龙镇伊士丹百货 几乎同时期开印 直至今天 恒龙广场依然稳坐 西金王的宝座 在建设当中的恒龙三七 八字还没一撇 已经一谱难求 而同样是老牌商场中信太富 2020年咬牙开启大规模改造 大换血淘汰九成品牌 又开出空中露台 这种噱头十足的新点备 曾经的金三角里 似乎只有梅龙镇掉队了 这个时代是以单一的 购物功能为主体的这个 而现在我们有社交的需求 我们要有体验的这个需求 梅龙镇广场好像没有跟上 时代的这个步伐 梅龙镇伊士丹并不是第一家 到期退场的伊士丹百货 1993年华庭伊士丹 在淮海中路523号开业 2008年 它因为租约到期离开了淮海路 而此后这幅地块上 诞生了如今的TX淮海年青力中心 2019开业到现在 有大约900场活动在这里举行 邀请过120多位明星现场助阵 招商方面 共签约商户80余家 其实大多都是手电 和30年前声名确起的 华庭伊士丹一样 这里又是一片热腾腾的土地 华庭伊士丹 退出这栋楼域以后 我们也看到迎合当下的 年轻消费市场 他们的需求 可能对于一些时髦的 潮流的 有趣的 新鲜带体验感的项目 更符合当下年轻人的 一些消费趋势 除了华庭伊士丹 东风声煞淮海店 变身百联淮海755 香港新世界大厦 变身艺术主题购物中心K11 今年2月25日 刚闭店的妇女用品商店 也已经开启爆改 未来这里将变成什么 同样令人期待 其实您刚才举的两个例子 非常有意思 我们看到其实这些百货公司 电和电之间的差距真的很大 有的是人潮汹涌 有的是门口罗雀 那我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当时我听到一个消息 说一个比较有名的 一个传统的百货公司 它的新年促销活动 吸引了非常非常多人 我当时很惊讶 我想到现在这个电商时代 还会有这么多人 去百货公司去抢东西吗 但事实就是这样 那您觉得除了 比如说这些促销 还有您刚刚举的 这些例子之外 百货公司它针对吸引顾客 在今天能够吸引顾客的 这些要素是哪些 为什么有的百货公司 它可以做得这么好 有的它的差距在哪 我们在说好和坏之间的时候 其实我们依然可以拿 梅龙镇影视单去说 我们当年会说 南京西路的金三角 没太狠 对吧 那今天就在这金三角上头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恒龙依然是一铺难求 对吧 然后旁边中兴太夫 改造之后也还可以 但相对来说 梅龙镇真的是落幕的 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 去年去美其看繁花画剧 我特意往梅龙镇转了一圈 哎呦 我说不行啊 几乎没有人的 其实也就是说 一个是你自身的改造 那么还有呢 是周边的竞争 因为你离开它不远 就沿着南京路 你想想 往西边一点 九光 家里中心 往东边一点 这里我们新叶太古会 这个竞争就放在这里 所以你如果你不求变 那么看到的 或许就是邪业关门的 这些景地 那同时也就是说 一方面是竞争的家具 那另外一方面 那就是我们如何求变 那求变的时候 今天回到消费者增上来 也就是他希望你说 你给我的是一种 体验式的消费 你给我的是各种各样的 琳琅满目 就像我们会说 或许我逛累了 我可以喝一杯 我可以坐下吃一顿 但是同时也不是说 你把上场里 所有都变成了餐厅 其实并不如此的 你还得再动走脑筋 因为每个人有不同需求 像这段时间 我们就看到很多 百花商场里头 我们引入了小型的剧场 我们引入了 其他的各种小型的展览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商旅温 其实是各方的联动 才能让我们的百货 焕发第二车 那么对于百货公司来说 它有这个营业 业绩的压力 所以最终 它希望这样的人流 是可以转换为 它的销售额的 那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的消费习惯 都在变 你看最初逛百货公司 然后可能去一些大卖场 一些大的品牌的奥连 然后又进入到电商时代 从初代的电商 到现在直播带货等等 其实人们的消费习惯 是一直在变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 动态的变化之下 百货公司怎么样 能够真正的做到 与时俱进 我根据消费者的 新的一些消费习惯 能够真正的把人流 吸引进来 最后再促成在 百货公司的实力的消费 我们今天两岸的 这个朋友 我们在提到的时候 一直在提到 电商这个词 但是呢 我很想把一个数字 表达出来 我们大陆这几年的 统计数据中 一直在说 你听上去让他的感觉 好像说 包括百货商场的陌入 是因为受到了 电商的冲击 但是其实我们的 网上的零售额 占我整个社会消费品 零售的这些占比 最高 我们也只是到了27.6 换句话来说 你说他冲击吧 拉走了你四分之一 还有四分之三还在 但是为什么 仅仅只拉走你 四分之一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我百货商场的末路 就是因为电商惹的货呢 似乎从数据上来说 并非如此 那或许我们就这么去讲 你的这部分原因 被别人拿去了 那别人为什么能拿走你 因为他今天是精准了 把握了 可能是年轻一代的需求 但是也不排除 我们说老年人 如今逛商场的还真不少 你能把它留下来吧 那同时也就是说 今天逛商场 他的需求跟早年不同 因此你有没有新的东西吸引他 关键还是这一边 也就是说你把握住这些需求 甚至我们有的人说 创造一些需求出来 吸引更多的人群 来到商场 所以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 是一个文化旅游 还有商业的一个整个融合的 这样一个策略 甚至体育都可以融进来 那同样的问题 也想问一下台湾的各位嘉宾 不知道在台湾的百货公司 有没有一些与时俱进的 这些新的策略呢 好确实 我们先来看一下 因应消费者的习惯改变 台湾百货公司呢 有很多转型的一些策略 比方说什么呢 当然最重要就是吃嘛 民以食为天 拉高美食街等餐饮业的比例 增加来客数跟驻留时间 过去我们都觉得说 百货公司就是吃吃小吃嘛 但现在不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 越来越多的知名餐厅进驻 甚至一些米其林级的 都到百货公司里面 所以以前大家去百货公司呢 是去买东西顺便吃个饭 现在不是 我因为要吃饭 所以我去百货公司 可能顺便逛着去买了一些东西 那第二个 大家看到精品的贵位 变大了 变多了 也吸引一些高消费力客群 创造一些纵向的一些贡买效应 还有包括设立期间限定的快闪店 多方拓展潜在的消费客群 这个部分呢 特别是在新闻操作上 很容易获得青睐 常会版面登得很大 因为画面很有趣 不管是我们看到一些动漫的快闪 公仔快闪 或是我觉得甜点的快闪效果是最好的 有没有 一下子什么法国马卡龙 什么泡芙等等 就大排长龙的画面 一拍下来媒体很容易摆面登得非常大 还有一个就是导入创新体验的一些娱乐体验 让百货公司不再是只有逛街吃饭 像是刚刚牛老师讲的嘛 各种体验呢 所以到这里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娱乐功能 可以让你动一下 草莓奇异果再淋上酸奶 与以往百货公司要十点以后开门接客不同 这家百货为了扭转实体经济的下滑趋势 将服务时间做了调整 地下街餐饮店从早上七点半就开始营业 跟地铁相连的通道里摆上餐车 吸引周围上班族 很热就可以吹冷气 然后平常早安店也是吃得吃腻了 就是这家面包店 吃到饭也很方便 有的百货公司直言受到电商冲击 销售业绩下滑 就干脆把电商纳入营运模式 展开实体和网络共同经营 网上有专业老师直播带货 实体店面就负责取货或退换货 依靠传统百货的好口碑 让民众买得放心 很多比较昂贵的品 比如说化妆品等等 大家还是希望可以实体上看到这个东西 会比较有保障 至少不用来人几人 如果网络上可以订得到的话 就直接下单几人 我家也还不错 上海面临着百货大更迭 台湾也是 很多城里超过半个世纪的百货公司 都在积极革新 想要寻找新的商机 台北这家百货店 咬牙车总会为大装修 而新的经营理念 就是在大城市里面 卖到内各地的农特产品 一年多以后就有成像 千品的那个卖场 我们现在已经规划了 那已经开始要准备再做这个改装 农产品结合 效应非常好 因为它不要到山上去买 变成一个很专业的 一个很高档的一个高质的精制品 Z世代要来的一站式购物 它可能要的是说 我因为要来吃一顿饭 再加上运动一下 再开一场地 那整个到做疗愈式经济 或者是健康经济 这件事情才是它驱动 它所谓一站式购物的 一个需求的整合 积极调整液态 引进新店 甚至是手店 还要不定期举办展览或活动 增加会员的联合力 岛内的百货公司 也在不断更新 与时俱进 我也问一下这个钟伯 有很多这个实体店家 那现在也纷纷 这个在网上开了 这个线上购物 那当然也有些在这个线上 我们看到这个 串起的一些店家 那又开了实体商店 两个都有 那互相这个 互相来帮忙 你怎么看待 比方说哪些商品 你一定坚持要实体购买 哪些你可以选择线上购买 我觉得 其实说真的 现在还真没有什么东西 非得一定要实体购买 而是看自己取决于 自己的消费习惯 衣服你会线上吗 就是说如果以我自己的个性 当然我衣服或者是精品 我会选择在实体店面购买 回归到个性 我觉得这还是牵扯到每个人购买的习惯 像我跟我的太太 因为有年纪上的差距 那我今年像我今年五十多岁 她才三十多岁 她跟我差了十五岁 她就会跟张同学一样 她什么东西都用电商或者直播 那我是本来都是实体店面 可是我会被她影响 可我最近就很迷上小红书 我最近还因为小红书的那些直播 或者他们那些卖法 我认识了很多小红书的朋友 然后自己才去申请小红书的账号 然后我突然开始觉得 其实电商的购买 或者是直播购买 也满有意思 但我非常认同 对岸我们的这个劳专家所说的 很多人一直都说 百货公司的落寞 都是电商 电商 电商 其实真的不完全 你刚刚她有提到对岸的数据 我这边也提我们台湾的数据 你知道其实 台湾的这个电商的增长率 大概每年大概差不多是8% 可是我们的零售业也不谎多让 大概也有3% 并没有完全真的被电商抢走 其实还是回归那句话 百货公司真正的很多的没落 是因为你自己不知道要转型 比方说我以行光三月为例 如果对岸朋友来逛过 你却发现A11的转变多大 她直接一楼把所有 以前你认为秀芳姐进去会买的鞋子 她全部拿掉 她不卖鞋子了 她卖公仔 她卖巧克力 她卖冰淇淋 她卖特斯拉 她又让你觉得走进来这边 好玲珑满目 然后她再把你刚刚所说的那些传统 像盛美姐秀芳姐会看的化妆柄 或者是这个我们说的鞋子 拉到了什么 拉到了比较远的站区 为什么 因为张同学不来 我只好要把张同学想要的 摆在那个最显眼的 最好的精华地段 跟最棒的一楼 把张同学拉来了 我跟盛美会不会就跑了呢 不会 因为你们的习惯 还是就是习惯实体店面 最后我讲一件事 修芳姐说餐厅开始变多 对不对 何止变多 高档化 你就说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个新店玉龙层 它每一层都有餐厅 是怎么回事 它就是要让你每一层 你为了吃你都去逛 每一层的其他的柜位 都会因为餐厅带来的人潮 雨露均震 好我也问一下这个同学 张同学 张同学 对 张同学是今天我们现场来宾当中 唯一的电商原生世代 我们这些都是从过去 只有实体店面 慢慢的 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分学岭 那张同学天生下来就知道 本来就现场购物天经地义的 所以你怎么看待 刚刚包括牛老师 这个中博讲的 你能够理解吗 可以 比方我比较好奇的时候 百货公司对你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价格比较高 比较遥不可及 我觉得现在新形态的百货公司 比较不太一样 就是像我以前跟妈妈 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 一楼都是卖化妆品类的 或是香水类的 那像刚才那个钟博哥有讲到说 就是现在新华商业里面 一楼有卖一些特斯拉公仔等等的 那我们就是朋友们 偶尔就会想去逛一下 就是有不一样的体验 对 那百货公司对我来说的话 像我自己买比较高单价的精品 或是衣服的部分 我还是习惯就是到现场去看 然后去摸它 然后去确认 所以我自己带在身上 是不是好看的 才会去做购买 那如果说现场购物的话 比较像是一些就是香水类 或是比较消耗品的部分 就不用就是在包公司买这样子 对 有一些要体验的恐怕 这个非实体的还是很难取代 比方说衣服 对对对 主要是体验类的 网上模特穿得很好开卖 回来之后变成灾难 对不对 对 所以像是服装 你还是一定要坚持要试穿才会买吗 对 因为以前就是有在电商买过很多衣服 然后买了之后就是都没有很合身 或是质料没有很好 所以就很后悔 所以之后衣服相关的 就会到司机店面去做购买这样子 你讲的还算含蓄了 因为我认识一些贵姐 她有讲 她说专门兑付那种子来这里试喷 试穿 然后再去电商购买 她说休想逃过他们的手掌心 她一定会利用啦啦的精神 让张同学就是觉得好像你没有买 你会觉得 对不起他 对没面子或是什么的 所以他们也是有他们的 但介绍对盛门有效吗 其实有吧 其实面对这个电商的大军压境 我个人认为 以为我这个百货公司空来说 我觉得他们在改变 大家会好奇 其实你就算怎么弄了再花俏 年轻人他还是在线上购物 因为他还是有点价差的问题 他在线上买就好了呀 他为什么要来这 好 他还是有一些会勾到你的地方 像我本身 我一定要去那一层楼的 宝可梦专卖店 那是全台湾唯一的一家 那各位会说 线上代购还便宜一点 不是 我进去买了一个之后呢 你就有点数 所以你就可以拿那个点数 在现场直接做线上的游戏 就在那边玩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是 你在家里去代购 能够享受的体验 就是你要勾他来买东西 不只是把它装潢得很漂亮 看起来很好 是你要勾到他的心 说对 我到这里买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这个点数我可以换过来 我就直接在百货公司 这个店的旁边我就能够玩了 然后再来呢 刚刚各位提到 很多的品牌现在改了 就刚刚中国提到 像精品好了 他们本来就强调是 一对一的服务对不对 可是各位 现在连我买个保养品 甚至一个手工罩 他在那个门口贴着 本店采取的是 一对一的服务 请耐心等待 店员会来招呼您 这个感觉就是 你知道以前就跟大神一样 冲进去 我要这个 现在不是 为什么要一对一 因为这就是线上 当然线上也有了 你直接问客服就好 但你总是很难体会到 柜姐把东西拿出来 说这个香氛比较适合你 真勇敢 高级感 还有他看到你的肤质 线上购物客服 看得到你的脸 是吧 有凹头了 张同学有勾到你的心 对 就是可以享受 这样的服务 然后再来 其实现在的百货 已经非常多的多元化 像我好了 他怎么勾我的心 比方说他一定有一个 SPA的地方 是我必须去的 这线上不能取代 如果我家人去买东西的时候 我可以去做个指甲 我可以去弄个头发 哇 然后做完之后 再去逛逛 我的喜欢的衣服品牌 所以这一天 我就非常满足了 所以现在其实百货公司 70%的品牌 跟柜位都差不多 30%才是他真正的 决战的关键 还有一件事情 刚刚秀芳姐已经点到了 仪式感 张同学如果要跟女朋友约会 就不可能是线上购物了 是吧 如果一路 女朋友在前面买东西 你在后面提 那也是某种仪式感 请问那线上购物 能够取代那种体验吗 好 大家知道 如果要到台湾来逛百货公司的话 记得跟着中博 跟着盛美就对了 老主任 我们刚刚听到台湾演播室的 各位嘉宾 也是讲了台湾的实体百货 他们怎么样在转型 刚刚提到了 好像买衣服 还是要到实体店去买 但其实我自己的感受是 现在在网上买衣服的话 你可以退换嘛 它的退换政策 要比实体店要好很多 所以我回想了一下 我最后一次 在实体百货买东西 大概是在过年的时候 为什么呢 是因为当时在那边吃饭 吃完了之后 这个商场特别有意思 它的布局让你可以散步 它的楼是分为露天的 很大 然后就在散步的过程当中 你想消化一下嘛 看到了一家店的橱窗 然后觉得这个衣服还蛮吸引人的 进去试了一下 然后店员当时还说 你可以跟网上比较一下 其实都是一样的价格 所以最后就买了 那对于上海的这些百货公司 您觉得未来 他们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有一句话 我们前面刚刚一直在提 两岸我们的 有一个理念是一样的 通过互动 让我们更加增进了解 由商场对你更了解 我们也更了解 它的相关的销售产品 那同时呢 增加一种体验感 但是有一点呢 我想表达出来 就是我们刚刚听的过程当中 似乎一直在把两件事情对立 对立 就是我是线下的 你是线上的 但其实我们有没有这么想过 就是说当我去到线下的时候 我是蛮在乎这个体验的 因为你在 就管今天你把女装 你跟我说大小尺寸 跟我百姓讲的再清楚 事实上如果我上身试一下 或许还不一样 那么当我去商场的时候 我还真的是会感觉说 我穿下来的效果如何 但是同时也像 刚刚我们队安嘉宾所说的 太太在前面走 老公在后一边 大包小包挺累的 其实我自己我都嫌得说 最好我买完后 我不用领大包小包 那其实我们现在就看到的 比如说又一苦情就这么做 你可以先下来体验 体验后你不用领了走 你待会单子下完了 我就给你送过来 所以我是觉得 其实是更多的应该是融合 感谢观看